那第三名呢 就是這款 朵法的花梨木按摩截面膏 那像它這款的質地呢 比較是偏向那種膏狀固體類的 那像我自己通常啊 使用這種膏狀固體類呢 我通常會先用手指頭把它瓦出來之後 大概是10元硬幣大小的量 然後放在手心上面之後先進行溫熱 然後之後先壓在臉上 然後再進行按摩跟卸妝 那第二名呢 就是這一款Banilla Code的ZERO靈感肌 瞬洩凝霜 然後這一款呢 轉開來呢 它也是偏向這樣子乳白透明狀的 然後我也是建議可以在手上進行溫熱 那我現在會拿這一款 就是來卸除一些手上的試色 因為像我平常會拍一些試色影片啊 然後這邊全是唇彩的時候 我就會拿這一款 勾上去覺得CP值很高 都不會傷心 那這次排行榜的第一名呢 就是這一款 THREE的平衡潔膚油 我相信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啊 潔顏油 潔膚油 是不是覺得好像用起來會太卡毛孔的感覺 但是像我自己本身的話呢 我覺得好的潔膚油 潔顏油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用上去是 清潔力會非常的好 而且會有非常好的保濕度跟滋潤度 我自己是真的會非常喜歡使用潔顏油的 YAHOO